哈喽大家好 我是磨刀货像电影 春风时里全是你的坎哥 今天坎哥给大家讲的是 20名女性为求生存互相厮杀的故事 灰姑娘游戏 这天一位名叫沙奈的女孩从昏睡中醒来 她环顾四周身边躺着一群陌生人 突然好友惠里赛从远处跑来 两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记得演唱会结束后就回到了学校 沙奈跟惠里赛是偶像团体的练习生 就连其他的女生也是 这时队长也跑了过来跟沙奈相认 不经意间发现脖子上带着一串颈环 就在大家还在昏昏沉沉的时候 一名自称龙本的成年男子现身 他表示岛上的20名女生 都是通过层层选拔才被挑中的 聚集在一起是要进行一场 名为灰姑娘游戏的争斗 每位女生必须在指定时间前搜索卡片 等到晚上的时候进行比赛 如果输了的话就会被淘汰 本来大家以为这是一场玩笑 有个女生还直接昂首阔步地离开 但龙本启动了手里的装置 众人目睹女孩被脖子上的装置给杀害了 于是便开始严肃了起来 规则是这样的 一游戏期间不准使用暴力 二不可以尝试逃跑 如果违反上述两条规定 立马就被淘汰 讲述完规则后 所有人便开始去搜寻三种卡片 分别是王子继母和魔女 就像是石头剪刀不一样 用手上的卡片来获得胜利 完全是碰运气 毫无疑问沙奈跟惠里赛组成了团队 两人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 拿着装在包里的导航仪 开始寻找卡片的迹象 突然沙奈马上就找到了一张 但出于朋友的情谊 她直接将卡片拿给了惠里赛 这时两名女孩出现在沙奈面前 互相争斗抢卡片 由于使用暴力触犯规则 其中一位被直接淘汰 沙奈救下了那位被欺负的女孩 她名叫灵 一脸可怜兮兮的无辜样 沙奈与她同行寻找卡片 但灵却趁她不注意抢走了所有的卡片 真是个心机女孩 到了晚上 虽然沙奈身上一张卡片都没有 但她的点数却十分的多 足够能购买额外的选项卡 所谓选项卡只能通过点数购买 通常也能用于比赛中 沙奈的对手刚好 就是白天抢走她卡片的灵 由于沙奈的点数众多 所取得的选项卡大于灵手上的卡片 最终沙奈成功活了下来 比赛结束后 龙本将胜者们押送到一个独立的小房间休息 准备第二天的比赛 早上醒来后 原本20人却只剩9个人了 沙奈跟惠丽赛约定好组队 分别搜寻东西两边方向的卡片 期间沙奈邂适后了一名帅气的男生 两人在争夺一张卡片 不过善良的沙奈还是拱手相让 虽然她经常帮助对手 但总是被嗤之以鼻 被骂太蠢 惠丽赛则抢走了她手上的卡片 到了第二轮比赛的时间了 沙奈的对手刚好是 那位早上与她邂逅的小男生 最终沙奈极其不情愿地赢了 看到每个人争相死去 她的心里感到万分悲痛 但惠丽赛却似乎乐在其中 她告诉沙奈发现一个 藏有很多卡片的地方 第三天一早携手去查看 等到太阳升起后 沙奈便跟惠丽赛一起去寻找卡片 当两人在地上搜寻的时候 一位名叫雪奶的毒眼女孩出现了 她想要抢走地上的卡片 却被惠丽赛给阻止了 最终因为使用暴力 雪奶被淘汰了 这时沙奈看到惠丽赛一副黑化的模样 她的内心开始有些动摇 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于是嘴角上便起了争执 突然队长梁夏出现了 她开始厌恨这种游戏规则 拿人命作为赌注 完全是丧失人性的做法 精神恍惚之下 梁夏选择跳牙自杀 不过却被沙奈拉住了 为了能获得游戏的胜利 惠丽赛将两人推下悬崖 所幸沙奈并没有死 只是受了点小伤 但梁夏直接丧命了 梁夏的死亡让沙奈悲痛不已 她回来找惠丽赛复仇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谁知一见到沙奈 惠丽赛就突然扑上来 她哭着表示 以前就参加过这种游戏 原来惠丽赛有过经验 还是上一次游戏的优胜者 但投资方已经厌烦了她 于是便直接将惠丽赛淘汰出局 本以为自己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但沙奈的姐姐却突然出现了 之前她根本没有因游戏失败而出局 而是被赋予了第二次机会 这次沙奈跟姐姐进行比赛 最终沙奈凭借极大的优势胜出 人气超高的她获得了一张无敌卡 成功打败了姐姐 成为了游戏的冠军 但她却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这场胜利是用许多人的鲜血换来的 精神彷徨的她跑到海边大哭大喊 龙本将金灿灿的奖杯捧到沙奈的手上 但她却直接丢一边 往海里跑了过去 龙本用摄像机记录着沙奈的表情 虽然心里难受 但面对镜头她还是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坠入云间彩 人性显黑白 持刀抢争斗 害无辜人命 本为姐妹情却阴阴谋散 若想求解脱 唯有毁万物 人性往往是在最危难的时刻显现的 即使是至亲的姐妹 遇到不可避免的争斗时 也会刀剑相向 慢慢开始心生妒忌 一念之想将对方撕成碎片 践踏于脏足之下 现实就是这般肮脏的残酷 但凡缺乏能力和心机的话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好了本期推荐就到这儿 欢迎关注坎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